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刚钻 自然是不敢成口舌之快 突一时之爽 在国际军事实力排行榜中 俄罗斯凭借着之前苏联的军事实力基础 能够依靠着撒手舰和美军进行军事博弈 并以此使战斗民族扬名 而在历史中 战斗民族的这种称谓 还应当归结于俄博两次反侵略战争 19世纪初 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个妄途通过战争来构建 统一整个欧洲大陆的狂热分子拿破仑 年轻的拿破仑 在法兰西的军队中不断历练成长 并一步一步地掌握法兰西的最高权力 1812年 拿破仑的军事扩张 在欧洲大陆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已成为法兰西的实际属地 并成立了 受法国控制的莱茵邦联 而欧洲强国奥地利也在兵戎交战中杀鱼而归 西班牙 荷兰和普鲁士等地也均在拿破仑的掌控之下 与此同时 法兰西联合他国发起大陆封锁政策 为了获得整个欧洲的军事霸权 让海上帝国英国臣服 在面临如此的强大优势下 拿破仑的目光锁定了欧洲最后一块土地 北极俄国 因为俄国靠近北极圈的缘故 1812年下 拿破仑集结61万大军 不宣而战地向俄国进攻 而俄国边境地区的24万军队 瞬间被击溃 只能选择战略撤退 并沿途放火 实行交土政策 展开全文持续近五个月的战争 已经将战事拖入秋冬时节 寒冷的天气让不远千里而来的法国士兵 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 穷途末路之下 拿破仑只能选择撤军 而最后的撤军人数 已经从原来进军61万人 未减至近6万人 可谓是十足的大败 而130年后 欧洲 大陆的另一位野心家希特勒 也面临拿破仑同样的战事成果 几乎解决了欧洲西线战场全部 仅仅是北方大国苏联俄罗斯是最后一块领地 以大喵所见 希特勒不可能不知道当年拿破仑大败的原因 所以才制定了严密的巴巴罗萨计划 但在实施上却出现了重大失误 而这个失误的原因 可能就是 诸队由意大利添乱造成的 原定在1941年5月15日 德军对苏联发起入侵军事行动 但在巴巴罗萨计划建在弦上之时 意大利军队居然跑去希腊搞事情 吃了个败仗 德军只能出动营救小老弟 由此造成了军事攻击计划的延西 最后没能挺在延东之前解决战斗 延西而至的巴巴罗萨计划 终于在1941年6月22日进行 约260万德军 以闪电战的方式 进入作战状态 前期的出胜让德军很满意 但战事拖制长达六个月 等了雨季 严寒天气 德军面临当年拿破仑一样的困境 长达半年等巴巴罗萨计划 最终以德军失败而告终 并由此将苏德战争陷入持久战之中 即使后来德军投入800万兵力在东线战场 也无济于是最终大败 这无疑说明 在大自然的天气面前 任何的钢铁猛兽都将败下阵来 这或许就解释了 为何拿破仑的希特勒 都在同一个地方栽了跟头 败给了战斗民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